欢迎来到频道F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继正业成留学艺后,袁冰炎在营古装IP大剧,合作古偶男神钟翰良 话说袁冰炎近两年在流离火了之后,这个资源可不是一般的好啊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处玄机的这个角色让大家看到了他更多的可能 他可以把变身前的软萌和变身后的霸气诠释得很好 这就是他在演戏道路上的可能性 流离过后他先是在现代剧《雷霆令》中出演了一个配角 之后就又投身到古偶中了 先是和郑叶成合作了《祝清好》 这部剧中他出演女主常乐郡主,江州著名作女,人称江州一霸 在外人面前,他脾气乖僻,喜怒无常 不仅以气死父母,虐哭弟妹为乐,还整日里声色全马 传言中更跟魔交中人有些勾连 小时候,刘灵住在夜经外祖父家,刘氏皇帝,外公定北侯 都把他当成宝贝 稍长后,才回到江州的生父广平王府中居住 到那时才发现生父姨与姨母生下三个弟妹 虽狂妄,其实他的内心也是脆弱不堪一击,算是一位可怜人 后又和刘学义合作了《落花时节又逢君》 剧中他出演女主红宁,原是白州山上的茶花小妖 呆萌率真,不通情势,却误入仙界经历及是情爱轮回 他曾是深情守护的一朵红茶,是仗见江湖的捉妖师 也是起义是神的魔女,敢爱敢恨,有恩必报,有债必偿 从不管身份地位之差,为追求爱与平等打破一切束缚 网友调侃这次《百邻帝君》终于和罗侯嫉妒终于在一起了 《落花时节又逢君》还没拍完的时候 就有消息称原冰炎要和钟翰良合作古欧网剧《倾城易清欢》 现已改名叫《永丰清》,当时都不相信钟翰会接这部剧 毕竟钟翰良的年纪也不再小了,这种古偶剧也已经过时了 看看张翰刚刚拍完的刘光颖就知道了,预告刚出来就已经被骂惨了 当然最主要的是张翰古装是真的丑,其次是这种古偶题材的过于油腻了 但是没想到的是这部剧却已悄悄地开机了 就是网友说的男女主演,所以说营销号也是有真瓜的 这次元冰炎出演的《女主风清欢》电视剧名字的由来 现是实习一生凤清欢一觉醒来魂穿古代 成为了凤府柔弱的嫡女酒姑娘,还顺便收获一枚古代美男 钟翰良出演《战青城第无涯》,她是皇城的第一美男 更是皇族最神秘的大佬,传闻她具有旷古朔金的谋略,更有至高无上的权势 是天下所有名门千金想要攀附,却又让他们闻之胆颤的存在 男主的身世背景却是有点厉害了,佩服佩服 不知道钟翰良看着男主的简介是否难受 反正作为一位21世纪,看过太多小说的现代人来说 这个简介确实有点过于油腻了,真的是不能避免吗? 虽然是一部网剧,还是希望编剧大大改的时候可以尊重下大家的智商 钟翰良的颜值是有的,但是希望他以后可以拍一些稍微正常一些的剧 像实力演员看齐,毕竟这类型剧拍的太多的话 晚年的画风跟现在的焦恩俊可能有一拼 难以想象这样的钟翰良出现在大家眼中会造成多么大的轰动 有一说一,虽然火了之后资源多是好事 但是多类型的古装剧拍太多了,大家也会产生审美疲劳的 一年三部剧都是古装剧,即便造型不同,可也看腻 希望可以多尝试不同类型的剧,给自己多一些选择,你们觉得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